大家好 今天说一下经济育叶 最近又有花有发信息问 它家里的经济育叶最近不怎么生长 刚好我桌面上就有一盘 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给它做了一个修剪 大家别看它稀稀稀稀稀的 其实我去给它做了一个修剪的 它也是不怎么生长了 就是没有给它怎么护理过 所以今天有花有发信息来 我才想起我这一盘经济育叶的 因为盘栽比较多 没有继续给它照顾好 那么接近这个秋季给它补什么肥好呢 咱们可以给它补一点含氮比较多的氮肥 像这种氮肥 因为氮肥里面所含的蛋白质核酸叶粒素是比较多的 它可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产 还有叶片的形成 可以用到一克给它兑两斤水 给它混合融化之后 浇灌这个盘涂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15天给它浇灌一次 既然让它吸收了养分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生长了 长出更多的新芽叶片了 所以花友们想要养好自己家里的金鸡肥叶的话 就是在这个临近的秋季 给它吃点蓝蛋比较多的蛋肥是比较好的 所以今天我说的这个小方法 能够帮助到喜欢养金鸡肥叶的花友们 好了 时间有限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私信问我 或者是留言问我 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 告诉大家如何更好的养护好金鸡肥叶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